台中捷运又出现了涂鸦怪客 有人磨黑在九德站停车场的灯箱 墙壁喷上了存好心 还有光明正大等等字样 警方进一步追查 50岁的成型女子犯案动机 竟然是要宣扬佛教 但是这样子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 毁损罪遭寒送法本 天使起排到女子骑着机车来 机车也没停进停车场就放在路边 她走进捷运站没多久 又行色匆匆的骑机车离开 原来她是来终结喷漆 包含灯箱上出现星云法师名言 存好心正见 停车场出口墙壁出现光明正大 铁皮墙面则有去无存经的喷漆字样 实际回到现场 去无存经四个字还来不及轻 用两张白纸大概盖着 看起来有点滑稽 另外两处隐约还能看到一些污渍 民众都说这实在不可取 就有点突换美观吧 台中捷运九德站一号晚间九点左右 遭人喷气涂鸦 警方调监视器追查 锁定50岁的陈姓女子 她的犯案动机竟然是 宣扬佛法 过滤超过古始祖入口及民间监视器 迅速掌握陈姓犯行身份 并追查到案 其实之前也有两名外籍涂鸦客 持油压检 剪断铁丝网闯入 台中捷运一列备用车车厢 惨遭涂鸦喷漆 这次女子没进到站内 而是在外围说要宣扬佛法 但这行为已经触法 被依毁损罪寒送法办 变成犯效果 记者中部这么发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